林口区的国庆活动由淑君阿姨地方士生以及区公所来共同办理 今年升旗首就特别邀请到华伦溜冰的亚运金牌刘巧希担任 超过数千名的民众热情参与 整个活动现场骑海翻腾 国歌声更是响彻天际 充满浓厚的爱国气氛 林口社区运动公园10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升旗典礼 超过数千名民众热情参与 整个活动现场骑海翻腾 国歌声响彻天际充满浓厚的爱国氛围 从四大运之后呢 我们在林口不管是国庆日或是元旦 我们就会办升旗典礼 那每一次呢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而且自发性的出席哦 那看着我们的国旗南南上升 大声唱着我们的国歌 那种家的感觉真好 今年升旗首特别邀请曾卫国争光的 华伦溜冰亚运金牌选手 同时也是林口居民的刘巧夕担任 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共襄盛举 大家齐心为国家颂上生日祝福 我是去年的杭州亚运的 华伦溜冰国手刘巧夕 然后这次就是很开心 淑俊阿姨可以邀请我到这边 跟他一起参加这个国庆日的 这个圣诞的活动这样子 这次很开心哦 特别邀请到我们 杭州亚运的金牌选手 他跟淑俊阿姨一样 都是住在我们的林口 那他的优秀呢 淑俊阿姨觉得要借这个机会呢 让我们的乡亲更认识他 升旗典礼不仅彰显了 光辉十月的爱国精神 也象征了市民团结一致的力量 是否致力于打造 更宜居的生活环境 让每一位市民都能享受 有爱且充满幸福的城市生活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